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的就是这个红肠花 本来我是想买这个飘香藤的 但是寄过来一看就是红肠花 很多花有买的这个飘香藤 可能寄过来的都是这个花 因为它比这个飘香藤更好牵插 所以市面上很多用这个红肠花 替代这个飘香藤的 因为它们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相似 而且这个红肠花也是这个飘香藤属的 它们的区别就是 飘香藤的这个叶子 会比这个红肠花的叶子更大更重 开的花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个红肠花比这个飘香藤更好养 它更不容易得病长虫 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棚 这个红肠花对花棚材质没什么要求 但是它长得快 而且是会爬藤的 所以要用稍微大一点的盆来种 我就用这个口径32厘米的控根盆来种 勉强够 接下来就是配土 这个红肠花对它对土壤的要求不高 盆栽的话透气排水性好就可以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通用土来种 想买这个土的话有可以微信搜一搜 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再把这个红肠花取出来 它这个是没带盆的 但是这个土好像还不错 这个根非常非常发达 看到没大白根 放进来就可以 继续加土 继续加土 稍微给它提一提拍一拍 再给它浇透水 浇透之后再把它搬去换苗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缓个三四天左右就可以 可疯 也可以 放进去 拿这个红肠肉